这个是一个扫描板的 手指就是没有触控比好用 这些是没有显示名字的 是EPUB 如果是这个的话是有 最近浏览 最近浏览的书 书架 只是这几种格式 那网络书籍那个是因为 这个没有那个上网功能 可以从书架直接打开 这个是有记忆的 如果是自己安装程序的话 可以从网上下很多那种APK的安装文件 这是一个自带的APK安装器 只要放在机身内存里面 它自己会识别 放几个游戏 这个是安装 这样就装完了 然后管理的话 可以把不用的那个程序卸载 那可以 这些启动啊到处啊 切杂啊 切杂也很快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它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 也可以直接在这里那个 进行删除 然后直接把这个 拖到这个就可以删除 那图标也是可以移动的 那图标也可以移到别的页去 那我因为这个安卓的程序实在太多了 根本是想不完了 所以只是演示一下 先演示一下这个 是操作界面吧 然后 关机